嗨 再萌萌 给我30秒 欢迎来到达特J 今天是第二堂课哦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聊就是Lite的Keep Keep的功能其实它就是一个暂存档的功能 它很方便 然后在Lite里面你可以随时记下一些重要的东西 那其实今年7月的时候 Lite已经推出一个叫Keep笔记的功能 你可以把你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个私人的聊天室 不管是影片啊什么文字啊干嘛干嘛干嘛的 你可以先放在Keep笔记当中 然后在之后选择要不要永久储存这个档案 那我们今天呢要用电脑板来示范一下Keep笔记 电脑板呢你在最上面搜寻的地方 你打KEEP你就可以搜寻到Keep笔记这个功能 其实更新完之后它应该是在你的对话框最上面啦 可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它早知道 好在Keep笔记点进去之后 右上方有一个很像旗帜的标示 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Keep的首页哦 你之前储存在这边的档案 还有你丢在Keep笔记中的档案也会暂存在这边 所以呢你之前暂存的档案如果想要永久保存 一样按右键储存到Keep就可以了 那这个Keep功能呢就是 跟大家再介绍一次 因为很多人真的跟我说它不知道什么是Keep 你的文字档案影音都可以免费储存到 这个1GB的云端空间中 所以今天只是在讲一个它的 加强的新的功能 就是它有Keep笔记这个功能而已 就是这样子啦 大家拜拜 拜拜